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肆虐 就英国来说 他们的疫苗接种进度本来相当顺利 可是最近疫情又亮起了红灯 数据显示 单单昨天在英国新增超过18000宗确诊病例 创下了自2月5号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 英国在过去一个星期 有将近10万人感染新冠肺炎 相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50% 情况是相当不乐观 更令人担心的是 英国最近确诊的个案 几乎都是感染 最早在印度发现的那个Delta变种病毒 这也是英国爆发新一波疫情的罪魁祸首 所以英国究竟能不能如期在7月19号解封 现在各界都很怀疑 为了抑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 英国当局目前只能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 他们在这个周末 当地多个足球场 购物中心 超市的停车场 还有戏院都摇身一变成为临时疫苗接种中心 让那些还没接种疫苗的民众 不用再等什么预约了 直接来接种疫苗 为了加速疫苗接种 英国从中末起 开放全国数以百计的临时疫苗接种中心 并且启动Grab a Jab 计划 让18岁以上的成人无需据约 也能够随时前往疫苗中心接种疫苗 而在接种中心内的工作人员 虽然是忙得停不下来 但他们对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是无比自豪 尽管英国疫情严峻 不过还是有成千上万的民众 在昨天星期六才上伦敦街头示威 反对英国政府落实的防疫封锁措施 要求重获自由 从高空俯瞰 黑压压的人群 占满了唐宁街 国会广场等多个著名地标 他们除了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埋下了新一波疫情爆发的野忧 英国现在的疫情 又是处在一个不乐观的状态 然而在政府频频呼吁民众 要严格遵守防疫SOP的同时 已婚的英国卫生部长汉考克 他却被揭发没有遵守社交距离的规定 而且他跟已婚的女下属永远偷情 这就引发全民的热烈讨论 就在事件曝光一天之后 汉考克最终抵不过舆论的压力 他宣布他辞去卫生部长的职位 并为自己违反防疫的规定而道歉 随着汉考克引咎辞职 英国首相约翰逊随后就宣布 由前财政部长贾维德 接棒汉考克的任务 成为新任的卫生部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